在这个地区过去也曾经有发生过规模更大的地震 例如说到如果印象有的话 在2013年的时候 3月跟6月这个地区都有发生过规模更大的一些地震 那这个地震相较于他们来说规模其实小很多 那目前来说大概不需要太担心 检测局强调这起地震属于正常能量释放 不必太过担忧 余震也不多 不过由于镇压和921大地震相当的接近 民众会有疑虑 将局也再一次表示 921当时的地震序列已经结束 彼此是毫无关联性 说到了地震 就要来关心花莲在过年前所发生的6点